封城之後 他們就沒辦法回來 所以他們有事先透過海基位 然後經過我們政府的單位 然後轉到我們高醫來 因為這個病人長期在我們高醫做治療 也因為這樣子 那這個藥物因為健保法病人沒有在台灣 所以我們就可以特別的通融 所以先把他藥物再由家屬領回去 那最後續的細節 就我們並不是那麼清楚 只不過現在目前病人的藥物 可能剩下一劑的藥物 如果說這個學童他沒有這個藥物的話 對他身體的影響是 那我們請我們的林路教授林醫師跟大家回答 首先容我用幾分鐘的時間 代表高醫特殊血液病防治中心 感謝政府各個單位以及我們院方 還有各界朋友們 對我們病友的關心 那這個病友如果不能夠 持續施打這個藥物的話 會有出血的風險 那所以我們很感謝大家可以讓他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終端他的治療 所以這個藥物它是多少需要施打 目前我們的施打方式是每個禮拜做一次皮下的施打 可以得到很好的預防效果 是如果沒有這個藥具的使用的話 它因為它本身凝血功能是有狀況的 就有可能出現有輕度或是嚴重的出血風險都有可能 目前我們所知是沒有辦法 目前就是我們台灣的健保署 在去年底開始讓我們的病友可以透過申請的方式 那健保署同意我們的病友就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是目前台灣的病友可以使用的一個藥物 一個禮拜可以 它一個禮拜需要施打一次 那原本我們讓他們帶回大陸的藥物呢 是可以讓他在回來之前還有藥劑 不過因為他沒有辦法如期回來 所以在上次我們跟各個單位討論之後 我們先給予他兩劑的藥物 也就是可以用兩個禮拜 所以如果是參與治療館的話 你又要再進行嗎 是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大家互相幫忙 想出比較好的解決之道 讓他可以維持他的治療 好 還有什麼 他那個是 你說之前已經兩劑了 那這一次又 好 這一次可以說是很多人幫忙 其中還包括海積會 我們來關心海積會這邊的最新說法 那這個班機呢 大約是在下午1點多的時候起飛 也是大概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呢 抵達河南鄭州 那隨後呢 我們的這個華信航空 就將這個藥品交給我們的鄭州台商協會 而鄭州台商協會呢 他隨後呢 也就將這個藥品 大約在晚上8點多 將近9點之前呢 他送到了這個河南跟湖北的一個交界的地方 一個叫做銅伯服務站的一個地方 那送給我們的這個金門 台商協會的檢會長 那隨後我們的檢會長呢 就開車把這個藥品 送到這個金門我們的這個病患呢 他的家中 交給他的母親 那整個過程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送到他的手上的時候 差不多是凌晨12點多 那這個任務就是這樣的完成 這整個過程當中 由於這個疫情的影響的關係 這個任務呢 他跨越了海峽 那路程也超過了千里 這個過程當中充分了體現我們國人之間相互扶持 相互幫助 無私助人的一個精神 我們特別要再次對我們的台商協會 華信航空以及這個過程當中 所有提供幫助的人再次表達感謝 讓這個事情可以順利的完成 那檢會長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 昨天我們也持續關注這整個過程 而在這個事情 藥物交到我們的這個家屬的手上的時候 我們秘書長當然也特地致電跟會長表達感謝 那會長他其實很低調謙虛 他的回應是說 這個呢也沒有什麼 我就是只是出一趟車而已喔 那對於他這麼熱心 無私又不鞠躬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要我們是非常的感佩 再次對他表示感謝 那以上是我的說明 謝謝 好有幫上忙的人包括會長呢 大家都很低調喔 說自己只是出一份民伯之力而已 不過對於病童來講 真的是救命的藥喔 尤其這次可以看到呢 台商台辦接力10個小時 送藥700公里遠 終於是把高醫的藥 成功送到這個小朋友 喜有病童的手上 讓大家也覺得相當的感動 好的 如同我們正